《世事波上周》 言回安得著 这是唐代诗人 唯英物对于时间流逝的一个感慨 这两句诗来自于唯英物的一首诗 《初发扬子》 即原大教书 妻妻去亲爱 泛泛入烟雾 归照洛阳人 蚕中广陵树 今朝为此别 何处还相遇 世事波上周 言回安得著 我们说诗人在这里发出了他自己由衷的一个感慨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就是欺然地辞别了好朋友 始向烟雨蒙蒙的江心 再返回洛阳之际 传来广陵树间的钟声 此时我在扬州西别 不知何处才能再相逢 世事间如同浪里星舟 不论顺逆 怎么能停止 言回就是顺流或者逆流 我们说呢 唯英物是唐代的诗人 但是他和其他的诗人相比呢 他的生活经历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唯英物的出身非常的好 他出身于杜陵韦氏 杜陵韦氏 我们知道韦皇后就是他们家族的人 韦氏当中出了很多的皇后和贵妃 同时也出了很多的宰相 因此呢 他们也是一个世家大族 与皇帝的关系呢 非常的亲密 他15岁的时候就以三位郎的身份 为玄宗的进士 出入恭维 互从游幸 早年豪纵不羁 横行相礼 是个街头小霸王 但是呢 他很快的也迎来了 他的人生的转折 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了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 玄宗逃到四川 由于走的比较匆忙 像维英物他们很多人没有跟随 所以他也就失去了这个职务 当时的维英物岁数并不大 所以他很快的就开始立志读书 并且呢 维英物这个人 他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 少时寡欲 在代宗到德宗的时间呢 他科举考试没有种地 但是他的失明开始比较盛 也就是大家开始接受他的文学能力 先后呢 被任命为了洛阳城 经兆府 公曹参军 恶先令 笔布袁外郎 除州和江州刺史 但后面他担任的官很多啊 十三个官 最终到了苏州刺史 这首诗呢 实际上是写在比较靠前的时候 是在唐代宗 广德元年 也就是公元763年 763年实际上也是在安史之乱 刚刚结束或还没结束的时候 唯用物被任命为洛阳城 应该是已经收复两经了啊 这时候收复两经 洛阳已经收复回来 所以他就是乘船 离开广陵到洛阳的途中 写了这首诗 这首诗 实际上对于过去一些美好的时光 做了回忆 但是在当时呢 确实是今朝北此别何处还相逢 就是 所以过去的诗人都特别重视 宋别 当然了最重要的感慨是最后两句话 世事博上州 言回安德主 本来 圣唐的诗人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啊 国家的动荡 以及个人的都遭到很大的挫折 有很多人在这次战争当中啊 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啊 有一些诗人实际上在他们诗中啊 都有所反应 我们未来可以读这些诗 他在 唯物在这里的也写到 就是说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实际上就像 水面上的一个行舟 你顺流 顺流也好 逆流也好 这个舟总是不断的在动 你无法让它静止下来 也就时间是无法静止下来 啊 美好的和悲伤的都无法静止 当然了 人都是希望把美好的时光能留得住啊 跟朋友道别 也希望过去美好时光能留住 但是呢 很可惜 是不不行的 啊 这首诗 大家仔细读来 实际上深有感触啊 当时唯用物的岁数并不大啊 写下就开始有如此感觉啊 珍惜时光 我们多说一些啊 唯用物自己本身没有考到进士 但是最终啊 他的儿子考的进士 而且唯用物在苏州刺史的任上去世 啊 苏州我们知道是一个大的州啊 他的 他的级别呢 是比较高的 但是唯用物 确实是 怎么说呢 他说的少 但是做的多啊 他不像有些诗人 比如像白居易啊 似乎他的诗中反映了很多 呃 百姓的疾苦 但实际上 白居易自身的生活是相当奢侈的 啊 唯用物是截然相反 他诗中反映这些内容不多 但是他自身 据说去世的时候家里非常的穷啊 给孩子没留下什么东西 但最终他的孩子还是不错啊 自己考上进士 然后也算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并且唯用物的后代 也就唯装 最终也成为一个大诗人和词人 也成为了后属的宰相 好 今天我们就赏息到这儿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面呢 还会接着谈其他诗人的作品 感谢观看